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英文科的作文 我們有Part A和Part B的兩個部份 作文的Part A需要大家寫大約200字 首先同學必須要留意的是 近年考評局都認為 同學在Part A中寫作太長 同學們要注意時間分配 希望Part A不要寫太多字 頂到盡期300字已經是相當長 因為如果不是 其實Part B可能未必夠時間寫作 而近年的Part A 通常我們的內容都要大家描述一些往事 描述一些細節或特別的條件 而很多時同學們只著重 描述你的經歷 或細節或一些內容 而很明顯 忽略了一些原因 感受等等之類的內容 同學們必須要注意在Part A 不只是描述題目所要求的內容 而必須要有些想像力去表示一些你的理據 表示你的感受 而之類才能夠令到你的Part A內容是豐富的 Part B的作文入面 我們會有八題選一題 都是根據八個選收單元 Elective Modules 來出題 但是似乎根據近年的趨勢 我們見到八條的作文題目 縱使都會根據八個單元出題 但是似乎已經跟每個單元入面的主子或概念 其實已經關係不太大了 所以同學們其實未必一定要花太多時間 去鑽研溫習 太多關於選收單元的細節 例如詩詞的寫作技巧 或者演講辯論的演說技巧等之類 反而同學們要著重你的邏輯思維 如何表達你的內容而更加恰當 因為教育評局對於我們現在的同學作文 多數評論都認為有idea 但並沒有實質的解說或例證 所以同學們在作文入面必定需要注意 就是同學們要舉一定的idea 每一個需要舉例子、例證 來加以說明你的內容 請教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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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評論